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咱们现在开始来回顾一下他们的letter name A B C D And their letter sound OK 当然呢 A字母还有另外一个发音 那就是A 也就是它字母本身的发音 那咱们如何来记住这四个字母的letter name和letter sound呢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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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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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两个发音 那咱们26个英文字母里面呀 有五个字母是原因字母 那么原因字母呢 都是会有两个发音的 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们字母本身的发音 那么咱们已经接触到了其中的一个A 那还有四个呢 咱们在后续的学习过程中都会接触到的 那今天咱们同样是有四个字母的任务哦 那么是哪四个字母呀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The first realm is OK 它的letter sound呢 For example 然后一字母是咱们的原因字母 所以说它还有一个发音 就是它字母本身的发音 Englis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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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间的这个一字母呢 就是一字母本身的发音啦 OK 1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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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那这一定要注意哦 OK The second one F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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字母在单词里面的发音是相当简单的 for example ish fish fish okay so f f f um okay 好 the third one it is g g g okay it is 那接下来它的letter sound是 g g g for example gir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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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ay how to remember that 咱们什么记住呢 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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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ay好的 最后一个字母是咱们的 ac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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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ay its letter sound as 有点像咱们就是 在进行劳动 或者说在跑步运动的过程中 特别累了 然后就在那边哈气 就那种感觉 OK For example ad hea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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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好 咱们重复一下这四个字母的letter name 一 F G H OK The letter sound of A F G H F G H OK 好 咱们怎么记住呢 E E E F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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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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H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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然 E字母 原音字母 它字母本身的发音 请大家不要忘记了 OK 好的 那这个就是对咱们 A四个字母发音的一个学习 那接下来咱们还得了解一下 它们是如何写的呀 咱们在写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它们的格式 好 那首先看到的是 E字母 A它的大写占的是第几格呢 第一格和第二格 请占满第一格和第二格 小雪就只占到第二格 请不要超出第二格 不要写到第一格去了啊 当然也不要写到第三格 嗯 OK 好的 F字母呢就比较特殊了 它的小雪字母比它的大雪字母 这样的格子还多一些 有没有发现 F 这样的是一二格 但是小雪呢 A 一 啊 三格都有占到 对不对 当然最后几格 哎 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弯弯 不要忘记了哟 F F OK 占到了一二三格 好的 接下来是G字母 哎 G字母它的小雪呢 也是占的格子比较多哈 大雪呢 占的是一二格 小雪呢 占的是第二三格 请大家一定不要把小雪 写成这样哈 不要把它写成一二格 占的是二三格 嗯 OK 好的 接下来是咱们的H H 哎 H 大小 大小雪呢 都是占的一二格 OK 小雪的最后 哎 这个 这个小勾勾 请不要忘记咯 嗯 OK 小哥哥请不要忘记 都是占的一二格 嗯 OK 好的 这个就是对咱们字母 Letters的学习 请大家记住咯 哎 那今天咱们的 除了字母的学习 Fiana还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呀 OK That is Words OK Words 词汇 这些词汇呢 当然是跟咱们整单元的主题相关的 跟Weather 天气相关 那么咱们平常说到天气 哎 今天天晴 今天下雨 那这样的一些形容天气的词汇 咱们在英语中应该怎么样表达呢 接下来咱们就会接触到这样形容天气的形容词 好的 首先大家看到这里第一幅图片 咱们看到有很多的云朵对不对 上面有很多的云朵 但是云朵下面还是有一些雨滴的 所以说从这幅图片咱们能够猜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呢 嗯 应该是下雨的天气对不对 OK 下雨的 A-I-A-I-A-I-A-Y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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Y字母构成的 那咱们的Rainy也不例外哦 OK Rainy下雨的 它也是由一个名词 加上Y构成的 那去掉Y字母 它就变成了Rain Rain A-I-A-I-A Rain OK Rain 它就是咱们的雨水 或者说雨滴啦 OK 好的 这是咱们第一个形容天气的词汇 Rain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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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第二个 在这里咱们同样看到了云朵 对不对 但是云朵下面 Fiona没有看到雨滴 所以说这样的天气应该是 多云的天气 或者说是阴天 在这里要注意 这个单词要注意 O-U的发音 O-U-U O-O-O C字母它的发音已经学过 C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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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-O-O-D C-L-O-O-D Y-Y-Y-Y 同样是发音音 这个音 xes C-L-O-O-D C-L-O-O-D OK 多云的 或者说阴天 OK 好的 那接下来呢 C-L-O-O-D 同样和Rainy一样 它也是由一个名词 加上Y字母 构成的这样一个形容词 那么把Y字母去掉 变成 那么这个名词是个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咱们的云朵 云朵加上Y多云的 云非常多的这样的天气 OK 好的 接下来 哇 在这里咱们看到了非常漂亮的雪花 对不对 非常漂亮的雪花 OK 那这样的天气咱们很容易能够猜出来 它就是下雪的 下雪的 OK 在这里呢 这个单词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LW的发音 LW L L OK Snow Snow 加上Y Snow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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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Snowy 这个名 下雪的 同样的 请大家猜一下 把Y字母去掉 Snow 变成Snow Snow又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就是跟下雪的相关的这样一个名词 就是 雪 雪 OK 咱们之前应该是有学到过 雪这个单词 Make Sno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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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雪人 由Snow 雪 这个单词 加上Man 人 构成的 对不对 OK 好了 接下来呢 哇 还有这么多种类型的天气呀 哎 在天气预报中 咱们应该经常看到这样一个符号 对不对 那这样的符号 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今天的天气呀 或者说那天的天气呀 是多风的 是会刮风的 OK 好 注意到这个单词 要注意的是I字母的发音 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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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end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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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 E N Wen D E D Wendy OK Wendy 多风的 刮风的 OK 好 同样的 把Y字母去掉 有没有 有没有小朋友能够猜到 哎 把Y字母去掉 变成 的这个单词 W-I-N-D 是怎么发音的呢 W-I-N-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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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W-I-N-D OK 好 当然W-I-N-D 就是风 风的意思 OK 好 嗯 接下来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 哎 一个笑脸哦 那这个笑脸呀 就是代表的是咱们的太阳 那也就是说 这个天气呢 是出太阳的天气 是一个晴天 OK 好 那么晴天的这样的一个单词呢 大家要注意的是 U字母的发音 U-U-U A-A-A S-A-S Y-Y-Y 还是 I-N-I-N-I SANN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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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SANNY 就是咱们说晴天的 哎 这样一个意思 OK 天晴的 那这个单词跟前面的几个单词 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 如果说它要变成名词的话 咱们不仅仅要去掉Y字母 还要去掉这个双写的N字母 去掉N Y变成咱们的 Su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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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Sun 这是咱们的太阳 太阳 UUU Sun Sun OK 好了 哇 终于来到了最后一个天气了 Oh no This is not the weather 这个不是天气 这个是Rainy day 就是在雨天 咱们需要用到的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 这个单词有点难度 好 首先听飞样来发音 U字母 简单 刚刚已经接触过 UUU A 好的 这个单词稍微有点点难度 多更读几遍 Umbrel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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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好的 那刚刚有接触到这么多有关于天气的形容词 并且呢 咱们讲了 如果把它们变成名词 一定要注意一个特例 就是咱们的Sun 如果要变成名词 如果要变成名词 是要把后面的NY都去掉 变成Sun 不要写两个N出来哟 不要写成这样子 No This is wrong OK 好的 那 这个就是咱们描述天气的词汇 相信大家已经掌握的不错了 当然Umbrella 雨伞 请大家也不要忘记咯 咱们来说一说吧 既然咱们刚刚已经接触了那么多的描述天气的词汇 既然呢 准备了一些有关于天气的图片 请大家来说一说哈 这些图片里面的天气是怎样的呢 咱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们呢 好 The first picture 第一幅图片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呀 Sun Right 所以说这样的天气就是 Sunn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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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双弦N加上Y 天晴的 Sunny的天气 好 看到接下来的这幅图片 哇 We can see a beautiful girl 一个漂亮女孩 And an umbrella 一个雨伞 对不对 什么样的天气才会打雨伞呢 OK Rain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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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Rainy 等一下雨的天气的时候呢 咱们会需要打着雨伞 才能够出门 好的 接下来是咱们的 哇 在这样一幅图片里面 咱们看到的是非常多的什么呀 Cloud 对不对 Cloud 也就是云朵 云朵很多 又没有出太阳 又没有下雨 那咱们就是把水 咱们就是把它叫做 多云的天气 或者说阴天 Cloud Cloud О-U-U-R Cloud OK Cloud 好了 接下来 哇 我看到了一个snow man snow man 雪人 什么样的天气 才能够对雪人呀 当然就是咱们的snowy day snowy snowy 下雪的天气 才能够堆漂亮的雪人 要注意OW的发音 L Snowy 好的 最后一幅图片 哇 是一个人举着雨伞 变成雨伞 好像有非常大的风 把它挂得都变形了 那这样的天气 当然就是多风的 有非常大的wind wind 加上Y字母 就是windy windy 多风的天气 windy windy 多风的 OK I I I A A A Windy OK 好的 这个就是咱们本 本课的一个重点 就是形容天气的词汇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好的 咱们接下来总结一下 本堂课的重点知识 咱们本堂课第一个知识 当然是讲到了咱们的letters 是哪四个字母呢 E F G H OK 这是它们的letter name 它们的letter sound 就是 A F G H A F G H 当然 E字母 原言字母 它还有字母本身的发音 E OK 好了 那接下来是咱们五个形容天气的词汇 OK First one Rainy Rainy 下雨的 Second one Cloudy Cloudy 多云的 Then Snow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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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雪的 Sunny Sunny 天晴的 Windy Windy 多风的 刮风的 OK 当然还有一个Umbrella 雨伞 咱们Rainy 需要的一个工具 OK 好了 接下来这堂课咱们就结束了 是时候说再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Goodbye